想不到的做成功了 我们培养一批种子老师 37个人 那么希望这老师呢 以身做责 我告诉老师 我说释迦牟尼佛教学成功了 孔子教学成功了 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成功 他自己做到 然后再教别人 人家福拉 我说这叫圣人 知佛波萨 如果说我们讲出来 自己决定会做到 我说贤人 二等 如果自己说出来 教人做的时候 自己做不到 那叫骗人 那个是 这个教育是肯定会失败的 所以我要求他们做圣人 做佛波萨 来拯救这个苦难的世界 我说都得靠你们了 所以这些老师 我很佩服 我很赞叹 我要求他四个月 把地址给落实 没想到他两个月就落实 我们看到这些流眼泪 真感动 我说好 既然大家都落实了 我们就下乡 入乎来教 不是严教 不是严教 是身教 我们做到 就是说到人家农民家庭里面 我们是他家的一份子 看到他的老人是我们的父母 我要怎样称呼他 要怎样接待他 要怎样伺候他 家里面看到的事情 我就要动手去做 真正的把他做出来 把地址给做出来 这样的这个家庭感动 老人觉得说 你们这些老师 比我二孙小顺多了 那么他家里小孩 看到老师这样做法 就说良心发现 觉得我对不起父母 我对父母没照顾到 这样教学的时候 产生了很大的效果 然后我们在开班教学 人家一天自动就来了 就不要去劝他自动来了 三个月 我原来想到的时候 等两年到三年 社会风气能够180度的转过来 真正把这个小镇做到 和谐社会 离异之邦 夜不庇护 路不适宜 人的良心都发现 我想这两年到三年能做到 没有想到三个月就做到了 这正错乎我意料之外 我说人怎么是这么好教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是证明了 我们古大德教给我们 人之初性本善 真的 人性本善 只要你一换 他就回头 所以说证明这句话是真的 人性本善 证明人是很容易教的好的 那这样这个沉寂出来之后 我就想到了 我怎样把这个成果 介绍给联合国 让联合国的时候 这些余会的人员说 信心生起来 宗教教育 文理道德英国教育 可以拯救这个世界 这都是我觉得祖宗之德 我先来说 我先来说